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17日星期一 巴以冲突持续进行 已经进入第8天 在挑起事端的一方哈马斯提出了谈火 停火的呼吁 并且希望通过邻国的斡旋让以色列停火 他通过周边国家卡塔尔还有土耳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但是以色列方面没有停火的意愿 认为至少暂时不能停火 既然哈马斯发起了攻击 那么以色列就有他的战略目标 这一回在冲突中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玩味 意味深长的一些场景 首先在以色列方面 前几天放出风 说以色列将出动地面部队已经在巴以边境集结 尤其是塔德兰方军区 结果后来以色列又改口说 地面部队并没有攻入加沙地带打击哈马斯的意识 后来才发现这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诱敌之计 因为一旦以色列地面部队准备出击 那么哈马斯的武装组织 武装人员就会藏到地下隧道 他们挖了很多的地下隧道 至少他们在2007年控制了加沙地带以来 挖了至少三个主要的隧道 还有更多的分支 几十条分支 原先是跟埃及接壤的边境有很多地道 现在跟以色列接壤的边境有很多地下隧道 而且有一些隧道直通以色列境内 在过去一些年 哈马斯 武装人员 恐怖分子 袭击以色列提供了方便之徒 他们通过这个地道突然出现 绑架以色列的士兵 有个士兵被绑架了5年 最后以色列通过外交斡旋 才把士兵救了回来 另外哈马斯组织还通过这个隧道对以色列境内的目标发动突然攻击 突然袭击 有时候连续打死几名的以色列士兵等等 还袭击平民的居住点 制造了一些爆炸等等 所以以色列对这个头疼已久 这次就有意瓦解哈马斯所挖的地下隧道公式 所以以色列就用了一剂 说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 结果哈马斯这些军队就急忙躲到地下隧道 地下隧道据说虽然遍布很广 但是高度不够 很多哈马斯的武装人员就直不起腰 而且在里面汗流浃背 结果以色列早有准备 早就有侦察 因此之间就发动了B级的攻击 用几百枚的砖地式的导弹攻击哈马斯所挖的地下隧道 哈马斯造成了重创 尤其是给哈马斯的指挥人员 军事指挥机构造成沉重打击 因为一旦说地面部队出动 地下公式启动 首先专到地下隧道的是哈马斯的指挥官 所以现在大批的指挥官被炸死 有的是著名的指挥官 有名的 或者是排前列的指挥官有十几名 有的是几十名 甚至高达百名的各级哈马斯的指挥官被消灭 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哈比德 他是圣城旅的指挥官 在过去15年对以色列犯下了种种的恐怖主义攻击 他在背后是指挥 总指挥 或者是幕后主使 这一回他的车辆行走在加沙街道上的时候 被以色列的一种导弹精确命中 这个导弹叫刀片导弹 精准到什么程度 不仅只是炸这个车 不炸行人路人 而且精准到那个司机只是在轻伤 司机在额头上流了一点血走出来 但是坐在他旁边的指挥官 圣城旅的指挥官哈比德被炸成了肉酱 因为刀片导弹就是精准的切割这个人 这是以色列自制的精准的武器 导弹攻击 以色列方面这一类的打击就是精准武器的打击 斩首行动 还有对地下公式 地下隧道的全方位攻击 对哈马斯来说可以说是心胆破碎 完全是瓦解了他们的信心 这就是哈马斯战斗了三天 就呼吁停火的原因 哈马斯继续用火箭攻击以色列境内的目标 但是火箭数越来越少 开始发射2000枚 后来1000多枚 后来降低到数百枚 后来这两天每天只有60多枚 而哈马斯所发射的火箭弹大多数都被以色列所南下 就是以色列前两天我讲到有一个铁装系统 防空系统 这个系统不仅能够南下火箭弹 南下导弹 还能够南下导弹 所以南下哈马斯的火箭弹对以色列来说不在话下 这个精确度已经从2014年50%的拦截率上升到现在2021年90%以上的拦截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哈马斯既不能进攻 也不能防守 进攻无力 火箭弹越来越少 而被以色列所拦截 防守又挡不住以色列的精准导弹的打击 还有战斗机 无人机的打击 所以哈马斯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且丧失了大批的军事指挥官 所以这次战争大家就总结出一个新战争的概念 那就是说当兵的比当官的更安全 因为在现代战争中 打击的首先是对方的指挥官 就像刚才哈比德被炸死之后 连他的司机都只是受了轻伤而已 所以这就联想了为什么中共一看到美国政府提出 尤其是川普政府时代 蓬佩奥前国务卿所提出 要区分中共跟中国人民 区分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 或者说区分中共的领导人跟中国人民的时候 中共方面非常的惊恐 所以不断的在党媒党报上说 这是试图分化瓦解 或者说挑拨利坚 中共跟中国人民的关系 说到那里 当时中共的外交部犯人赵立坚还有一个著名的话 说任何挑拨中共跟中国人民的关系都是徒劳的 还说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结果中国网民就说话了 说赵立坚不会反过来说 赵立坚不会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 他只会说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 因为战争一开 中国共产党想的是让人民在前面 让这些平民子弟在前面给他们挡子弹 挡炮弹 挡导弹 而他们就准备捐款逃亡 所谓的末日计划 最后计划 当官党员的 捞得盆满钵满 早就把家属子女转移到海外 尤其是转移到西方 所以战争一响 他们来说是黄金万两 就是黄金的撤退 所以中国网民就说 如果赵立坚或者中共领导人能够改口 说成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铜墙铁壁 那就还算有一点骨气和底气 按习近平对《文史则》杂志说的话 说做人要有点骨气和底气 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习近平说这个话的时候 意思就是以他家族为例 其他人都移民到了国外 就他一个人在国内当裸官 而且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其他人像他的一个姐姐 一个弟弟都是澳大利亚的国籍 另一个姐姐是加拿大的国籍 什么子女 庞系都是在外国的国籍 而习近平在国内当裸官 一旦遇到危险 还有一个退路 退向加拿大 退向澳大利亚 还有什么沉船计划 末日计划等等 所以习近平的意思就是做人要有骨气和底气 要有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意思就是指的是普通子弟 普通平民 你们要守住这边土地 给共产党当铜墙铁壁 而我们就准备当六字号人物 而习近平所说的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和骨气 意思就是我的姐姐弟弟都不做中国人 我一个人留在这里做中国人 或者说暂时做中国人 这就是我习近平的底气和骨气 但是现代战争的游戏正在发生改变 一旦中美开战 或者是台海爆发战争 显然中国人民比中国共产党更安全 中国的士兵比中国的军官 军人更安全 或者说中下层的这些中共的军人 或者是普通百姓 或者是官员 比上层的领导人更安全 因为未来的战争极可能是一场斩首战争 在朝鲜半岛也是如此 美韩联合军演有多次联合军演 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斩首行动 针对金正恩和金正身边的这些高官的斩首行动 就最大程度的减少北朝鲜人民的死伤 而最大可能的去创造北朝鲜高层的死伤 尤其是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美韩联合军演习项目的意思很清楚 那就是一旦未来在朝鲜半岛有新的战争爆发 美韩联合军的主要指向就是金正恩 直取金正恩的人头 因为按照中国股市所说的 色人先射马 勤贼先勤王 一旦把战争贩子 战争的头目 战争的元凶所消灭 那就是化腐朽为神奇 化战争为和平 在虚语之间 不会像过去那样战争旷日持久 在人民之间进行搏杀 厮杀 所以回到这一次巴以冲突 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反击就体现了未来战争的漠视 针对对方的领导人和指挥官 这场巴以冲突 巴以战争还出现了很多的情景 其中一个情景就是在哈马斯方面 巴勒斯坦人方面 有一个男子把儿童推到以色列军队前面 他自己举着一个旗子 可能是阿拉伯方面的旗子 然后叫这个儿童也举着一个旗子 走向以色列士兵 然后他就高喊叫以色列士兵 你杀死他 杀死他 杀死他 也就是说你杀死他 你杀死儿童 可以说罪名滔天 或者是骂名天下 那巴勒斯坦人更可以激起仇恨来反击 结果那个场景是他把儿童推着往前走 而儿童成了他的挡箭牌 儿童走到以色列军队前面 以色列的士兵根本就无意说是按他的要求射杀儿童 而是跟这个儿童友好的握手 这个儿童是完全不知道 也跟以色列的士兵似乎碰了一下手 所以这个场景显示哈马斯这边完全没有人性人道 把儿童当成武器 当成挡箭牌 往前推 但是以色列士兵并没有去上当 也并没有被挑起情绪 对儿童就是对儿童 儿童是天真无邪的 他们没有什么罪恶 人之初 性本善 他们本身就是善的 所以以色列士兵所表现出的这种豁达 这种友好 反而凸显了巴勒斯坦人 可能是哈马斯分子的这种罪恶 或者是下作无底线 另一个场景就是哈马斯在加沙城内 说是为了激起国际社会对停火的关注 就有一些阿拉伯的男子 就是巴勒斯坦人 或者是哈马斯分子 就是台师游行 其中就抬着一个担架 上面有一个白布蒙着说是尸体 然后在街上抬着一路喊口号 吸引人们的注意 表示死伤严重 要求以色列停火 但是有趣的是 当警报声响起了 说以色列的攻击要到达的时候 这些台担架的哈马斯分子突然放下担架就跑 把担架放在地上 四善奔灭 顿时作鸟兽善 不过更有趣的一幕就出现了 当这些哈马斯分子都分别作鸟兽善之后 这个白布蒙着的尸体突然复活了 他一个男子掀开白布 坐了起来 然后又站了起来 然后就奔跑 跑向街道旁边 显然这个是一个假的 并不是尸体 是一个活人半撞的尸体 随了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 他看到大家把他扔掉了 他不能被活活的炸死 所以他干脆不演戏了 把白布一线 自己给站起来跑了 逃命要紧 在中共方面 党媒党报假装对巴以冲突做了一些报道 但是却掩饰不住幸灾落祸的口气 有些标题甚至是这样写的 说巴以冲突 还有缅甸的政局让美国无法分心去对付中国 也就是中共 共产中国 意思就是说 巴以冲突会转移美国的注意力 还有缅甸的政局 缅甸的军方政变也会转移美国的注意力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显然是希望中东重新燃起战火 中共方面甚至表示他要派出外交人员 外交团队去斡旋 巴以冲突 很多中东人说 中共这个做法是黄鼠狼给鸡半年不安好心 因为就跟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所谓的斡旋就是俄罗斯要在中东部署他的利益 其实这么多年来 虽然俄罗斯扬言要在中东进行斡旋 或者是协调 基本上中东国家都不相信俄罗斯 不相信俄罗斯 再换到中共的话 我想中东国家对中共可以说是零信任 比俄罗斯的信誉还要差 甚至是复数 所以当中共提出所谓派出外交团队要去斡旋 巴以冲突 在中东来说恐怕是一个笑不起来的笑话 因为这些国家极可能根本就不理睬 要么就是冷淡对待 应付一下 而中共有可能去做样子 走过场 在中国国内做一个宣传 表示自己也是一个大国 一个超级大国 现在还有派头去斡旋所谓地区冲突 总的说来 纵观世界在一战 二战和冷战之后 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 世界秩序的主要力量 是领头羊 是领导者 是世界的领袖 所以世界上的冲突 不管是发生在欧洲 还是亚洲 还是在其他州 哪怕是放在中东 中东地区说有很多的阿拉伯国家仇美 或者是一些极端的穆斯林仇美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仍然需要美国的恶选 尤其巴以之间都需要美国的恶选 很简单 中共如果是去恶选的话 他兜售的是专制腐败 独裁暴力这一套 但是美国去恶选的话 输出的是民主 自由 和平 仁爱 仅仅是这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美国就足以在地缘政治中彻底的击倒中共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